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好久不见 今天我又回来做luncheon了 时隔快要三个月了吧 我又请到了新一期luncheon的两个客人 他们呢是一对夫妻 女生是我研究生的时候经常一起上课的一个好朋友 男生呢其实他们俩结婚之后我只见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他们聊天 然后再reconnect一下 今天的三道菜呢就比较混搭 主菜是一道泰式南瓜咖喱 因为现在是Halloween了嘛 超市里就是各种各样新鲜的南瓜 另外一道菜呢是一颗韩式的豆腐 然后另外一道就是比较清淡一点菠菜炒鸡蛋 他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晚上要到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下准备工作 我还是第一次切南瓜有点紧张 好像不太好吃啊 我小心一点吧 绝对要怎么切啊 这刀感觉这么酸 嗯坏的 哎呦 哎呦喂 您赶紧开吧 求您了 哎呦喂 第一次切开一个南瓜 好硬啊 我觉得它可能不太熟 给它起多煮一会儿 OK 这么多南瓜 应该足够了 接下来我又切了一些咖喱需要用的配菜 还有调味需要用的辣椒 大蒜 还有葱 我照相机已经摆在这个角度 准备跟大家秀一下刀工切豆腐 但是没想到我买的豆腐居然是已经切好 给大家看一眼 我要把它烤到比较脆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有水 拿一张厨房纸把它的水份全给擦干 就尽量吧 这部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我今天用一个橄榄油嘛 感觉会稍微健康一点 给它弄匀 现在把它放进烤箱里 在320华氏度下烤个20分钟左右就OK 不好意思我撒谎了 豆腐实际上烤了30分钟 烤到这种焦黄的程度就OK啦 出菜前浇上一个酱汁 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酱汁要怎么调 在这些葱蒜辣椒的混合物里 加上生抽 白糖 一大勺 黑胡椒 盐 辣椒面 放一些芝麻 白芝麻 再不可少的就是芝麻油 挺多芝麻油的 来搅拌一下 我又加了一丢丢的水 就一小丢 其实做这个泰式咖喱真的特别简单 外用的这个Coconut Milk 里面有很多的油脂 所以我是不放多余的油的 我昨天呢把这个放在了冰箱里 所以你看都结块了 这罐奶呢 在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只放进去一瓣 刚刚放进去的那些Coconut Milk 已经煮开了 那些结块的部分都已经化掉了 商店里买的这个红咖喱酱 给它放进去 先放个这么多吧 两大勺 看看情况 然后我就往里面放几根太嚼了 不要太多 再来一点点的这个生姜泥 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 花生酱 大概放了一个tablespoon那么多吧 也不需要太多 这样就OK啦 刚切好的这些鸡肉都可以放进去 放一片给加冰箱 然后把剩下的这个椰奶倒入 其实我没有fish sauce 所以就用点酱油代替吧 然后既然没有fish sauce 我这有一个鱼 鱼的那个stock的粉 我可以放点 稍微吃点鲜 我没有那个pong sugar 我就用这个白糖 然后咧就让它这样炖住 炖咖喱的期间 我就顺手做了个菠菜炒鸡蛋 很有体质感 吃得那么大一包的 哈哈 今天咖喱要用的bazel 是我自己在小花园里种的 一个月吧 就长这么多 哇好香啊 我超会喜欢bazel的 ok 这么多够了 最后一步 放了这个以后颜色就会变更好 这个好棒哦 我们的家里也可以上桌啦 这是有开明控制 cadonality的咖喱 里面是南瓜 这个色子好看 菠菜炒鸡蛋 鸡肉南瓜咖喱 还有小豆腐 然后我们的菜就齐啦 耶 今天的lunch就是这样 我们要开放啦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和收藏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在其他平台继续关注和支持我 拜